非洲是特别贫穷落后的地方 有很多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受的风俗习惯 据说在非洲只要是有孩子出生 家人都会请巫师做法 如果这个孩子特别不幸运的话 就会被巫师认为是巫童 会给整个家庭带来灾难 家人会将孩子扔到大街上 任其自生自灭 在前几年外国的一位记者到达非洲 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一位小男孩一直盯着人们手中的水 淘水喝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那么当年那个非洲的淘水男孩 如今过得怎么样了呢 看完真的令人特别感动落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当时人们看到这个小男孩的时候 他已经被家人抛弃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 因为没有任何经济能力 他每天吃的东西特别少 只能是依靠一些路人觉得他很可怜 给他的一些零食维持温饱 在当时他的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特别瘦小 肚子已经干扁了 身上的肋骨清晰可见 没有任何人愿意接近他 人们都觉得他是特别不吉利的 到后来有一位记者就看到了这位小男孩 他觉得这位小男孩的身体特别虚弱 眼睛一直都在盯着别人手中的水 就立即走到男孩的面前 用干净的水杯喂男孩 据了解在这位记者的细心照顾下 男孩的身体越来越好 已经变成了一个小胖子 为了让他忘记以前的事情 生活得更好 这位记者就给他重新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希望 希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